大家好,我是Melis Melis 然后今天主要是想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的Lucky Bag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概念 就是说呢,在每年的12月末 各个商家都会推出一种礼包 也叫福袋 然后就会装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也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什么 所以你去买的时候呢 就是大概知道一个价格 然后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是哪个牌子的东西 打开袋子的那个时候是 特别的激动人心的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去了一下 日本的这个Loft 然后买了三个 三个,也叫Lucky Bag 也叫Lucky Box 然后现在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是瑞米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欧兰亚 欧兰亚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陆华农的 然后今天要特别感谢那个小童 他给我了一个Loft的员工折扣的卡 然后买这些都是在人有价格的基础上打八折的 它是2500日元加上税 就是和日本币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吧 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 这个风呢特别严实 就是怕人买的时候 你看出里面是什么 但其实它有那种类似于样品的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大概知道 但是可能色号什么的每一个包装都不太确定的 你一下子拿出来 这个装了一个四个颜色的眼影 然后这个是偏紫色系的 可能对他们礼包里面装的呢 就是可能平时这一年当中卖的不太好的产品 或者是他们已经更新换代了 换了包装的产品 就都会装到这种礼包里面 这是我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 然后它的那个颜色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都开封 它这个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带一个这种小刷子 然后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稍微试一下 我今天特意什么都没带 就为了来试色的 上色效果还挺好的 我就弄了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状态的 因为我看很多欧美的博主 经常推荐欧莱雅他们的眼影 就说是大牌的平价替代款 这个呢是Rose Hausei Heart of Paris 是一个口红 还有这个口红的颜色是502 Peach Cute 它这个估计也是日本 现在已经换了哪个其他的新的包装 所以就不太太卖了 所以就放了这个happy bag 它这个是糖芯的虫妆 我特别喜欢糖芯的虫妆 它就赚到了 然后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挺润的感觉 我虽然嘴叉的这样也不到我嘴上放 但是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还有就是这个粉底液 我也是看了那个 迷红上面有这个粉底液 所以才决定要买这个礼包的 NUDE在欧美的博主那边 就是日本的产品都会比欧美慢一拍 然后就是在很多人都推荐这个粉底液的时候我就想买 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去买 然后结果现在刚好改成这个happy bag 就直接入手了 然后它的色号应该是算是浅色系的吧 挺难得的在这种happy bag里面 这是110的色号 这里面还有一支眼线笔 天呐 眼线叶笔 我眼线叶笔好像有点太多了 它叫Super Liner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怕打开来干就先不打开它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欧莱雅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开这个瑞迷的 瑞迷就是每一年都会推出 然后每一年的包装应该都差不多 我这样能看得到 里面呢是这个样子 就是冻起来挺多 睫毛的营养液 用那个欧莱雅的睫毛增长液 效果还挺好的 再试一下这个 对比一下两个什么感觉 Pure Natural BB霜 BB霜我个人还是不太习惯用的 觉得它到下午的时候会有暗沉 这个可以直接送给我妈妈 因为他们都对那个东西是开架 还是那个什么都没有什么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送个人情 这两支叫唇塞两用笔 这个比较有意思 我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点不稳 给大家试个试 这个是翻橘的颜色 然后因为它可能唇塞两用的话能这么晕开 然后片片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现在日本市面上还是应该有的 只不过要看哪个地方 这个是002号 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 已经很变成这样 霉色一点的吧 是这种颜色的 然后可能这个用的腮红就会比较明显 运软开是这样的 我今天也没有用那个就是灯罩 就是室内的那个明光灯 所以不知道大家看起来才那个明显那个颜色 指甲油 这个指甲油跟我之前有的那个 瑞迷的指甲油是一个颜色的 诶 这好像跟我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是带珠光的 然后还有 这个瑞迷的是1800日元加税100出头 眼线叶笔 我其实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眼线叶笔 就是它可以 是那种里面的那个叶比较稀的 然后你画那个猫眼的时候 就不会像我那种笔状的眼线叶的那么容易干 然后看起来就就是变成雾面了 我想要亮面的 所以我就想要一个这种的眼线笔 然后这个不错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 哇 这个比较超值啊 这个是他们家的那个五色颜色 我之前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这个巧克力的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然后用了很久 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 我都会用这个瑞迷的 然后现在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可以替代他们的地位的东西 然后而且它这个里面的颜色是有这种 霉红色 我觉得用起来会比较好看 接下来说这个露华农的 对 它是上面还有价价的 露华农这个是1852元 然后算税是2001块钱 就是Plaza那个 也是跟Loft一样的一个商店 他们家也有做露华农的那个福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没有瑞迷那么多 但是可能比较精 这个是一支 这个我之前都没看见过也 在他们家柜台都没有见过 是一个眼线笔也说是 但是 哦 是这种颜色的 就是棕色系的 嗯 也不会特别爱掉 就是画在眼线上面的地方 也可以润染的开 嗯 这个质地不错 有点像那个Canmake的那个红色的眼线笔 然后 然后这边还带一个就是 小海绵 然后还有一个小钻刀 挺好用的感觉 哎 这个不错诶 哇 然后有两个我最爱的这个 唇膏棒 我已经攒了好像三个了 一个是35 Charm 然后露华农的这个唇膏笔 好像欧美的色号 和日本的色号不太一样 我就大概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色号是 15 Demi 是不是 Mian 对 然后这个唇膏笔 就是露华农的一个 开架里面的战斗机的产品 它价格正常是1200一个 就两个唇膏笔 这一个大礼包的那个价格就出来了 然后 而且这两个颜色都是我没有的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这种 哦 是这种 就是有点公主色系的 就是亮亮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我用 我这还没开心 分盘 对 然后用这边是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还有一个这个 哦 这个颜色也比较好看 而且它滋润效果特别好 它们家这个全线都是薄荷味的 我也比较喜欢 这个应该跟我手里面那个银妈色 是一个系列 都是这种亮管 哇 这个颜色好深啊 粉底液 然后它的色号呢 是10号Caramel 就是 怎么说 应该是最深的色号吧 天呐 我要用这个做什么 做阴影吗 这个系列好像后过那个Cosme的大奖 哦 有个指甲油 这个露华农的指甲油系列 我还没用过呢 是那个小瓶子的这种 它的色号是 Freshline 最后一个 哦 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珠光白的感觉 比较稀 然后刷头是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可以跟它 跟其他颜色结合起来看 嗯 这也就说完了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去 Love的买的所有的 Happy Bag Bucky Bag 我这个视频传上去了以后 大家已经不见得能买得到了 但是你可以再去问一下 你的朋友啊 或者是代购之类的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购买的渠道 不见得那么好买 然后大家就看个乐就行了 然后我也是可能陆续会在 其他视频里面用到这些东西 然后有的色号可能查不到 或者是市面上没有卖的话 大家也不要怪我 一个轻松的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我的新的微博 还有我的优酷和土豆频道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都是梅维斯 梅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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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这些 我已经不愿意乱说了很多遍了 大家可以看我其他视频 或者是在这个视频的下面都标了出来 可以去稍微的search一下 嗯 好了 谢谢大家看到现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